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听说你们上次搭电车有遇到很奇妙的事件 大概是什么样的问题 是因为讲中文的问题吗 虽然我们现在讲中文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在目前的这个后口罩时代之下 可是你好像有遇到喔 因为我们那时候过电车是在紧急事态训练前 前系吗 前 前 对 就是日本人还完全不重视肺炎这件事之前 电车人很多的时候 对那时候电车人还是爆炸多的时候 还非常天的时候 对还非常天真是天才的 因为我们就是不管怎样 一定讲中文是比较坏的 对啊 好聊天啊 好聊天 然后我们就是进电车 我就觉得我们是面对面聊天 但我们两个有戴口罩 有戴口罩 我们两个有戴口罩 你们是站在那个日本人的前面吗 聊天吗 呃日本人在我们的右前方 就是有点像侧面的感觉 因为他是站靠门口 我们是在这一车里 就我们的正右边 对 然后怎么样 然后我们就聊天 是被骂了吗 还是 没有被骂是觉得好像有一直有眼神飘过来 那种斜眼鄙视的眼神那种 刚好你面对那个女的 然后我面对那个男的 然后那个那个男的是有 有算发一种就是这种 一种怪怪的氛围 就是觉得可是我没看到女的 他们有时候对讲中文的人会有这种比较反感的态度啊 日本的社会其实是这样 尤其是东京这种地方 因为其实说真的 他们他们觉得讲中文都会是中国人 啊对 大概是这样 就是这样 就是那种 我心里想说 那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知道肺炎这件事情 只是那时候好像日本人都还没有很重视 觉得这只是一般的流感 对 对一般一般其实他们很多人就觉得 这只是流感 或是年纪大的人才会感染上 对 所以那时候戴口罩人不多 然后我们两个戴口罩 我们两个就这样聊天 我突然就跟他讲说 旁边那对情侣那个女的 看我们的脸色很讨厌 哈哈哈哈 就一副我们两个身上有三个东西一样 那那个情侣在那种三密的环境之下呢 在搭电车他们有戴口罩吗 他们没有 他们有戴口罩 而且还互相紧抱着 对 对他们是在那边抱着 然后在看我们 然后在看我们 然后我们两个戴口罩 对 那可能就是因为觉得我们会是中国人 然后可能会觉得 病毒是从那边来的 可能因为那时候人言多 所以他也没有刻意做回避的动作 但他的眼神就带着一堆歧视 反正简单 他们觉得你们会传染给他 因为你们是中国人 他觉得我们是长东西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因为目前日本的宣导是这样的啊 希望可以规避三密的这一个环境嘛 所谓的三密就是 密碑 密湿 密湿 这个三密的条件呢 一旦达成可能会有一个集体感染的情况 如果这个可能是因为他们 宣导上面有问题 并不是说这三个条件达成 你只要达成一个 就会中 对 应该怎么讲 我觉得他们在新闻报导跟宣导部分就有问题 他们力度非常不够啊 对 还蛮特别是我在紧急事态训言前 我的同事很常跟我说一句话就是 肺炎只有年纪大的人才会容易感染上 然后日本宣布出来的资料也是男性比较多 那因为我们服务院女性居多 所以我的同事真的还蛮宽松在看待这件事情 早期他们认为这个武汉肺炎会感染的 就只有高龄男性 尤其是有一些慢性疾病的高龄男性才会死亡 那年轻人不会得 非老年不会得 就算得了 也会好 也会好也不会死 他们的想法是这样 他们就觉得是 比较严重一点点的流感 对 就这样子 那王小姐大大有什么 遇过什么奇妙的事情 这种钢铁粉粉应该也是遇过很多吧 对 我不能讲是哪里听到的故事 那个朋友就是 他就跟副电脑报告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人有可能会 就是客诉 有可能但不确定 因为客人展现表现的方式不是很开心 为什么客人要客诉 他遇到什么样子 就是 好像是沟通不顺吧 对就是沟通不顺 然后那个客人本人可能本身自己有问题吧 反正日本人用问题的人很多啊 对然后 他就有跟副电脑报告这件事情 然后副电脑那个时候 说出来的解决方案是说 喔 他如果是 因为这个原因的话 那你就可以把口罩拿下来跟他说 不好意思 我刚刚没听清楚你说什么 你可以再送一次吗 把口罩拿下来 很奇妙 然后就黑人问号 我身边的朋友听到的反应也都是说 把口罩拿下来才有客诉吧 我懂你的逻辑耶 这样反而是就没有防卫到客人 然后自己也没有保护到 就是对日本人来说 因为副电脑是日本人 然后对日本人来说 那个现在戴口罩只是因为被证规定 或者是说啊 就是被上面的人规定 所以他们才要戴口罩 所以他那个副电脑才要戴口罩 其实就我知道了说 到了治疏前 那个副电脑都一直不戴口罩 其实都不戴 公司规定没下来 其实很多日本人是不戴口罩的 对就是他们公司规定 没有下来前他都一直不戴 然后他也一直觉得是流感的问题这样 所以他才会跟那个员工 讲出这个奇怪的建议 如果在台湾应该会被客诉吧 你不可以拿下我的口罩 都可以拿下口罩 我一定会被客诉吧 有可能 不过我觉得日本人 就算是公司有规定 现在不戴应该还是有 一定会有 也是有 好 相信两位已经讲了很多 我讲一下我遇到的 虽然我不是做服务业 我大概在紧急事态之前 4月6号之前 我有去秋月圆那里逛街 那时候已经没有什么人 路上已经很少 我有经过一个画廊 画廊就有那个店员出来找屋 我以为只是进去里面看一下 看画而已 没想到他是希望我进去里面消费 对 因为他还跟我说没有客人他很闲 叫你买他的话 对 重点就是他没有戴口罩耶 还那么厚脸 我问他说 请问你的口罩在哪里呢 他说我有戴口罩 不算我的口袋呢 此代非比代 对 我真的很想揍他 不过他后来也是有说啊 他也真的是有戴口罩 但是他说客人来的时候呢 他就把口罩拿下来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逻辑吗 这就是所谓的本本逻辑 他们的想法呢 就是客人至上 但是你的生命是至上吗 那是你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想 所以我要讲嘛 政府怎么讲 都是一个品 老实讲呢 现在目前日本最大的问题就是 日本的政府他们的政策 跟不上这一个人民的国民水准 他们人民的国民水准 他们把他想得太高了 嗯 事实上日本的国民水准 也许是 也许是这样吧 那法律可能在比较高的地方 他们都希望大家可以自动自发 自己灌在家里面乖乖的 可是大家都会跑出来玩 还有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就是 黄金粥之前 大家都在讨论 这是黄金粥 要去哪里啊 要去哪里啊 因为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啊 就是因为 那阵子黄金粥它还是会有病例 那我们东京都有在讲一个 stay home stay life 希望黄金粥大家也不要出去玩的一个 推广 对 大概也要持续个两周 那个时候 沖繩的知识也有出来讲 他发现呢 订机票来沖繩玩的 大概有将近六万的日本人 后来他就开罵了 罵完之后呢 剩下1.5万 还是有人要去 这就是日本人的一个 你可以说他坚持做到底的一个精神 这个真的是 我没办法去阻止他 主要是我觉得 日本任何规定 任何做法 都有在做 但是说真的 我觉得台湾有一个比较好事 台湾的话 它有强制性 就是你没有做到也有罚则 但是有罚钱大家才会怕 但日本没有 就是他有这样讲 但你不做也没事 所以大家不会去遵守 像最近的那个小钢住店啊 人都排到爆满都满出来 满地都是 那个就是最好的例子 就该去满地 参力 在天罗